Good morning everyone! 早安,各位! 我在我的車內 開行冷氣 都在冒汗 今天天氣很好 很熱 很曬 所以我穿著吊帶 開著冷氣 都在冒汗 我剛剛restock了我的車 就在想 對呀 我好像 拿著我的車到現在還沒 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車拖 所以我想 今天為什麼不給大家看一個 很短的車拖 順便展示 給你們看我 拿著什麼 和你們通過我的想法 那我 這麼多年 都覺得在澳門 擁有一輛車 意義 就是代步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代步 但是近這一年 整個思維不同了 因為以前 我們只在澳門開 最終半小時 九小時已經 整個澳門 是游了一個圈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我們可以駕駛去香港 駕駛去大陸 駕駛去中國 很多不同地方 都可以 所以我們在車裡的時間 會多了很多很多 比起我們以前 就是正正這個原因 我就想 令到我 車子 變成一個 很有用的一個空間 首先我給你們看一看我 車子 是現有的一些東西 然後再展示給大家看我 幫這部車補了什麼貨 暫時來說 我這部車是不多的 這裡是一個手套箱 但是我們不是放手套的 因為老實說 澳門的天氣 真的有幾何需要手套 是 不是很多時間 需要手套 所以我們就放了太陽眼鏡 我覺得太陽眼鏡更加需要 但是天空朗朗 只有太陽眼鏡 然後這裡有一個太陽眼鏡 三個太陽眼鏡 好像多了一點 這裡下面 就 有一堆東西 這個是 我的First Aid Kit 你一個 一會兒把頭髮做出來 然後一個 會展示給大家看 之後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是吸塵機 迷你吸塵機 這裏有什麼東西 欸 阿里爾玩的 吹泥泥泥 那些泥泥泥泥泥泥 我很喜歡我的一部車 其中一個東西 就是它有很多位置 來放我們的水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我這邊又有一個 是很多的 上面這裡 我安裝了假禮方手看電話 很方便我看電話 如果我開車的時候 或者直接開著 這裡有一個鏡頭 這個鏡頭可以看Netflix 可以看YouTube 看電影 聽歌等等 等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 我買了什麼 給我的車 然後稍後再展示 我的車的其他位置 給你們看 好 這裡剛剛 還沒展示給大家看 是有一個箱子 有一個位置放不同的東西 暫時放了紙巾盒 充電 這個是 方部電話在上面 它就可以幫我們 拆開的 很方便 紙巾盒 但這個紙巾盒 我可能會換它 因為我不會完全展示 它是軟的 雖然是皮質 還有一個充電寶 好 第一樣想展示給大家看 我剛剛 找到的東西 就是 這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桶 我其實想買了很久 因為我之前看了很多 不同的垃圾桶 最後還是覺得 這種垃圾桶 是最方便 它是日本牌子 叫KARMET 黑色 當然是配搭我的車 然後它裡面 有個位置可以夾或黏 我打算黏在這個位置 一會兒也會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位置是最適合的地方 Oh my goodness 都不用切 適合 適合 完美 噢 哇 真的量度也不太適合 那就可以放一下垃圾 因為之前 我是用膠袋 放那些垃圾 And I hated it 我覺得又不美觀 然後膠袋又飛來飛去 勾在這裡 又覺得很噁心 所以就拿了一個 黑色的垃圾桶 給我的車 終於 最後 然後 這個 紙巾盒 哇 是濕紙巾 是附濕紙巾的紙巾 因為它還沒裝好 哈哈 它還沒裝好 好 我們再開始 一個紙巾盒 一個濕紙巾 濕紙巾和乾紙巾的紙巾 我也買了一堆紙巾 在便紙巾 這些是濕紙巾 可以放在裡面 這個應該要放幾包 可以放到幾包 哈哈 因為它也很深 就可以有濕紙巾用 有乾紙巾用 或是這個尺寸 好像是乾紙巾 比較多 這個我真的不太喜歡 它這個應該是 穿在鏡頭的位置 但是那時候 我買的時候 忘記原來我 這輛車的兩邊的遮光 是很大塊的 所以是不適合的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但是放在這裡之後 又覺得 不是太好 不是太漂亮 因為它放在這裡 真的有點軟 而且我不喜歡 所以這個盒 其實會放在這裡 又是適合的 完全適合 乾紙巾好像 比較適合 濕紙巾 要買一些大的濕紙巾 但這些就好 細胞 可以放在車輛不同的位置 因為有時候 後面的人 吃完東西 需要濕紙巾 他們可以去拿 就不用在這裡問 濕紙巾 可不可以給我 濕紙巾 我滴了什麼 滴了醬汁 滴了奶 非常有用 我買了九包 這裡有三包 我買了三包 每一大包 它是抗菌濕紙巾 它是無酒精 適合我的小朋友 因為我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很骯髒 非常骯髒 長期都 所以經常要用濕紙巾 而我不喜歡他們用有酒精的濕紙巾 其實我自己也不喜歡用有酒精的濕紙巾 因為我覺得用了有酒精的濕紙巾之後 當我擦完對手 對手是會很骯髒的 如果我擦完 我手肘這些位置 都是會很骯髒的 如果擦得多的話 這些會比較好 沒有那麼傷皮膚 這是超級奇妙的 完全是天才 我覺得這些是非常好 在旅行或旅行的時候 非常有用 它也有不同的標籤 有洗透水 護髮素 我買這個 是打算擦一下 一些防曬 因為很多時候 說到天氣 它的紫外線是比較強的 所以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some sunscreen 你一需要的時候 我們看到公園 上去公園玩 立刻可以用一些 或者去沙灘 立刻可以用一些 可以分身體 臉部 等等 它有四個 那你除了可以放 一些什麼 Condition Shampoo Soap 鹼液 因為也是那句 小朋友很骯髒的 或者一些Hand Sanitizer之外 如果你們 喜歡Picnic 或者駕長途車的時候 可以放一些 醬汁 例如 茄汁 Mayonnaise Dousand Island Sauce Anything you want 也有時候 如果我們 駕長一點點的時間 當我們 在McDonald's 買了東西吃 然後在車上吃 然後發現 它只能給你一包茄汁 真的會瘋 所以 非常便宜 很有用的一件事 亦都幫補車買了 兩個 鎚 應該不是放在我這個位置 因為我這裏後面 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本身已經有鎚 應該是放在後面 但是 展示給大家看 像這樣 這樣 都是黑色 那就不要太顯眼 因為我 本身看到 Tan Color 一個中色 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 有點顯眼 所以 我也是 配合 車的皮 黑色 那就不要太顯眼 就可以 勾一下不同的東西 勾一下外套 勾一下手袋 我覺得勾手袋 是挺不錯的 或者勾一件外套 也很好 所以 買了兩個 剛剛展示給大家看 我的狐狸包 其實這個 不是很狐狸包 是甚麼都有 在裡面的 不是很初衛 是蠟雜 基本上 有一包狐狸包 是蠟貼 是蠟貼 蠟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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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朋友 去玩的時候 很容易被蠟貼 我自己也很惹蠟貼 所以 在萬寧那裡 買了一堆蠟貼 蠟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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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給大人 比較多 蠟貼 方便給小朋友 就這樣 戴在手上 或者穿在腳上 這樣便可以走 然後 牙鮮 PROBIOTICS 我平時吃開的 PROBIOTICS食生菌 有時吃得太飽的時候 就很有用 吃完它 就沒有太浪費 然後BAND-AID 一堆BAND-AID 有些藥 有些喉糖 我很喜歡這個喉糖 MANUKA HONEY LAZINGERS 除了喉糖 一顆顆的糖 之外 裡面也有另外一種 MANUKA HONEY ERRY很喜歡 很喜歡吃的 然後有BETADINE 傷口殺菌 等等 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但是 我就不想 有時人們辨認不到 哪一個是 First Aid Kit 當然 我們是不會救到人命的 我們這麼小的包子 First Aid Kit 純粹 如果你們跌損 如果你們跌損 我們要包拆一下 一些傷口 貼一下膠布 就會在這裡拿 但是有時很難辨認 所以我買了一個 一個正確的包子 寫著 First Aid 人們一找 就會找到 就會知道 這個是 所有First Aid的東西 一會兒 我會交換 護理包 Band Aid Betadine 藥 等等 在裡面 這裡有一個 compartment 可以放下 Band Aid 或者放下 藥 都可以 可以勾 非常好 就是 In terms of 我的 Make-up Bag 也是 一堆東西 我有我的 Facial Mist 我有我的 Facial Mist 從 Clarence 玫瑰花 其實我先噴一下 Woo So Refreshing 很喜歡 這個 Clarence的 Fix Make-up 噴霧 然後有 真的很多東西 iPhone 線 但是很搞笑 這些是免費的 iPhone 線 我事關太著重 微觀了 我這裡插的 iPhone 線 是黑色的 但是 沒有那麼多黑色 所以 拿了一些 白色的 最原本的 iPhone 線 然後 補充 擦邊 一些免費的 Tampons Hand cream 眼藥水 這個 這個 唇膏 潤唇膏 迷你香水 啊 Taking of迷你香水 這個 little brush 迷你香水 我買了一個 噴霧的瓶 噴霧器 tank color i love this color 中式 皮質 就可以 放些香水 噴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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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軟熟 有橘子 漂亮 噴 鏡頭開始有點過熱 因為太陽曬得有點響 還有什麼 大致上是這裡 大致上是這麼多 然後有 hair clips 頭髮 一些夾仔 一些 一些 橡筋 等等 剛剛展示了給大家看 我 在衣袋 有三個不同的眼鏡 剛剛也跟大家說 鏡頭已經有點過熱 然後它睡了 我再吞前 少少保車 不要讓太陽曬得正 因為今天真的很好天 那我就買了 這個 也不確定是真實的 但是放眼鏡 我覺得 要好好利用這個位置 放一下眼鏡 或者夾一下東西 這樣就容易點拿 因為有時候開車 你真的不會想分心去找東西 如果你突然之間很浪費 好像剛剛那些情況 突然之間太陽曬得正 你可以適時 拿回太陽眼鏡 再加上 剛剛也有說 我不想浪費太多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可以好好利用 好好的 放回應該放的東西 就不太應該放太陽眼鏡 因為你開車的時候 是不太practical 如果你隔壁沒有人 如果你隔壁沒有人 的話 如果你隔壁有人 當然你可以說 拿我的眼鏡 但是 當來沒有人的時候 就不太practical 你反而放在這個位置 自己一拿就拿到了 那我就買了兩個 這個 Oh my goodness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review 說很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穿白色衣服 有時候也是那句 是車吃東西 突然之間 掉些醬 掉些汁 就很拿命 這個叫Shout wipe and go 是 instantly remove 當你滴了一滴汁 在裙子上 你可以立刻印它 等它幾分鐘 然後 它就自己走了 那些車子 非常好 所以我手袋也有 現在放在車子上 最後想展示給大家看 我resort 這部車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個 這個不是新的 是從Victoria's Secret 它是什麼 這是什麼 是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 是我之前很喜歡用的 我用過很多次 跟過我去很多地方 我去歐洲也用它 我去新加坡也有拿它 我去哪裡也有拿它 因為我有兩個 它有什麼好呢 就是 有些小朋友 或者我自己冷 或者突然之間天氣涼 或者我們要進室內 忘記了戴外套 室內 有冷氣 可以放一些免費的 cardigan 披肩仔 等等 在這裏 它有兩個 這裡加上三個 還有燈勾 所以很便宜 給大家看 後面的兩排 乘客的位置 這一排是第二排 我穿了兩個cushion 是完全適合我的車 均綠色 很舒服 我每一天 基本上坐車都會用它 然後 這裡 有一個地方 放水 另一邊 一樣 然後我前面 又是放飲料 我都跟大家說 有很多位置放飲料 然後這裡可以放些東西 我平時會放我的電話 如果坐在後面的話 這裡可以充電 跟旁邊一樣 也可以充電 然後這邊 還有一些放東西 我現在放了一包 十字架 一些糖 後糖 或者不知道什麼糖 然後這裡也是可以給你們放東西的 這裡的勾 我發現原來是前面才有勾 這裡後面是沒有勾 所以我買得很適合 可能要多買兩個 在後面的放位 最後這裡 這裡 都是有很多位置放夜飲 它每一排 每一個人 有兩個位 是可以放夜飲的 可以放 一瓶水 然後旁邊一杯果汁 或者一些廢水等等 這裡都可以充電 所以是很好的 兩邊都可以充電 然後 沒有什麼特別 這裡 因為比較少人坐 有時候Ariel會喜歡 霸佔了後面這一陣子 來睡覺 今天想表演給大家看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看完我這條影片之後 會inspire到你們 啟發到你們 令到你們 更加想令到自己的空間 這部車的空間 更加useful 更加整理 更加整潔 更加好 好